可拉扎冷静科幻人对我们这个片段继续聚焦亚裔的问题 那这两天菲律宾这边也开始爆发这样怎么样一种情况 菲律宾女性在美国受到攻击 那菲律宾的外长呢 就是说这个种族问题从来是要进行反击的 那跟我态度一样就这样 谁鄙视就这么着 那对吧 那当然这里的话 我这个片段我还是想说一下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然后同时呢 想一下办法 有没有办法解决 当然我们说这个表面上我们当然要进行一个反抗 这个是肯定要去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 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中国政府能不能说寻求要他们的支持 同时我们说也要让中国的这边的政府知道 其实包括说中国的民众 中国大陆民众要知道作为一个大国 作为一个想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那么自信的心态肯定是要有的 单单的心态责任当然也是要有的 如果说亚裔在美国受到欺负 在澳大利亚在加拿大在英国 新西兰在五眼联盟里面受欺负 我想中国的战的比例应该是最大的 因为主要是指东亚以及东南亚 东北亚 那这一块中国人口比例最大 而且也包含了台湾跟香港这里面面临的很复杂的问题 如果中国政府不站出来 那么实际上的话我们看现在内讧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撕裂 就是现在亚裔是什么状态呢 就是大家开始分彼此 韩国的现在说韩国的那位女性 她现在说我不是中国人 你们要攻击去攻击中国吧 如果要这么分的话 那到时候就台湾跟香港说 我不是大陆人 你们去攻击大陆吧 那到时候是不是大陆说 我不是湖北人 这个我不是湖北人 你们要攻击的话 你们去攻击武汉病毒吧 是不是 那武汉说 那大家我虽然是武汉 但我并不是汉口的 并不是那个卖海鲜的 对不对 那这个问题就没责了 所以说从到中国政府这里就应该一刀切 就是去扛下这个责任 去帮中国的亚裔说话 去帮这个在五眼联盟的亚裔 这个当然还特别是华裔说话 那这个样子首先可以凝聚台湾香港 多少一点点人心 对不对 然后再扩展一点 可以赢得东北亚 日本韩国的这个 因为日本韩国更不好说话 在这个问题上更尴尬 对不对 因为这其实很大的一个生成次原因 是因为中美竞争造成的 然后东南亚的国家也很尴尬 这个人数也不多 也不想挑这趟浑水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这么去做 这个是party的事情 但是我们说几方面都要更改 比如说我们华人华裔的立场的话 我觉得也要去把思想转变一下 就是我们说不管说怎么去责备party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不管说海外的自媒体 你要给他施压 各位朋友 你要给他施压 这个问题很复杂 我说这个施压为什么呢 现在中美这个竞争是几十年的竞争 现在才刚刚开始 那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想 你反华也好 反美也要占各种立场也好 首先第一位在这个节骨眼上 要分清楚利益关系 利害关系 首先要保护好自己 当大家凝聚四能的时候 你不能相互攻击 我不是韩国的 我是东南亚的 我又是台湾的 我又是香港的 这个就是什么 连黑人白人在 包括说拉丁裔 在看你们笑话 是不是 这个时候不要再相互拆台 我觉得的话是这个样子 同样的 包括我跟大家再说一个事情 你像StoneG 包括说这个 更早期的民运也好 包括法轮功也好 包括说郭文贵也好 这里有一个问题 你再怎么反 反party也好 反中国也好 你反正各种反 当然主体是反party 是不是 反中共 但我们这里说的这个问题 你反中共的时候 其实是在帮中共 帮他说话 因为中国的影响力 现在刚刚才萌芽 在几十年的 这个影响力大爆发的时候 实际上你反对派的声音 也是正面的声音 对不对 也是正面的声音 就是你根本就 没有大到那种能量 去去浇灭它 比如说 有一些东西着火的时候 你是不能用水去 把它扑灭的 特别是你水量 还很小的情况下 因为你水浇进去之后 它可能蒸发 或者说它是直接分解成 这个水跟氧气 会还会助蓝呢 各位 还会助蓝呢 可能要用沙子扑面 或者是你这个水的 大到一定程度 把它形成一个蒸汽膜 把它与氧气隔开 但是你有这么大的水量吗 海外的华人 就这么一点体量 对不对 你形成不了这个蒸汽膜 所以说能做的问题是什么 不要去管这些事情 至少在某一些结构眼上 不要去访中共 至少你一年访365天 你起码留个两天 留给自己 对不对 就像我说 在海外很多自媒体人 包括说很多亚裔 是很自私的 你想想他一年做365集节目 一年做1000多期节目 有没有帮自己亚裔 说过一句话 各位哪怕说一句 没有 那都 我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很严重的 就是你想一下 在影响力 刚刚中共在大爆发的时候 你反复的去反中共 无非是把这个事情吵得更大 你反对的声音越强烈 中国的影响力越大 人家又不知道 人家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声音 是吧 你吵了这 反而大家知道 中国原来这么厉害 中国原来有声音 你把中国的影响力反而建起来了 你哪怕是在越反动越反对 你实际上在越帮中共说话 各位 而且这个并不是主要的 主要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点 大家在关键时刻 你不能跟那些主播一样 各位 你想一下 一年365天 出去被歧视 可能得歧视好几次 对不对 那这好几次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反对呢 这几天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该团结呢 就那几天的时间里面 被歧视几天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然后当我们说怎么办 除了这个的话 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就是中国这个影响力大爆发的时候 我们很多问题要割裂开来看 除了说要求中国政府 你怎么知道他会怎么做 对不对 这个形势局势发展 又不随着我们个人一直转移 但我觉得有一点的话 比如我发现东南亚很多国家的人 包括上次去东南亚的时候 有一位朋友 那么跟他聊起来 他就说很多当地的华人 就是都开始学这个普通话了 他们其实已经不会说了 因为到第二代 特别是第三代 很多都不会说了 特别是那个国家是印尼吧 印尼以前排华 后来大家都不敢说 但这些年都在说 我说是不是因为中国强大了 大家论主归宗了什么的 他没那么多 就是想做生意挣钱 就跟中国做生意 会汉语 会挣钱 那我就跟大家说 可以实际一点 你再反 刚才说了 这个切割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切割 第二代的教育 一定要教汉语 第二代第三代 包括汉语的这种思路 东亚文明还是有 特别闪烁的智慧光芒的 各位 你千万不要说 我反共 然后我就反华 我反华之外 我还反中国的语言 那这个就走生了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百分之一百的华语 应该论论真真的教第二代华语 普通话 特别是普通话 那个美南语 粤语就不要学了 没用 这个不是没用 用处不大 就是你要把时间花在这上面 当然我这个说法 这总的一整个相对功利一点 但是我是想帮大家保护一下自己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严厉的 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是在关键时刻 各位 你看菲律宾现在也卷进来了 现在这个行议的也卷进来了 现在这个事情就越吵越大 其实我是很想做头 但是我影响力很小 对不对 我这个也不在美国 要就是在五眼联盟内部 要能够说这个话 我前面做了几期亚裔的节目 很多美国朋友看了 就给我发消息 其中一位就跟我发了很长的 他说这个问题 他说除了说上街游行之外 还要什么呢 要组建一些自己内部的社团 特别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社团要大家要捐钱 然后他们能够去 能够跟舆论有影响 比如说像黑人这个事情 能够突然间闹得这么大 背后肯定是有财阀 有钱在支撑 是不是 我们中国也应该捐钱 我们中国人不差钱 对不对 这个方案是很好 对不对 但是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 根本就不齐心 我觉得很多方法 华文化也很聪明 但是的话就是什么 力量太少 你看整个东亚的情况 东北亚是一种情况 还没到东南亚 只走到中国的东南 就发现香港跟台湾 跟大陆就不合 对吧 关系就不好 那是因为澳门太小 如果澳门大一点的话 估计也关系不合 对吧 然后这个东南亚 有一个不知道在干什么的 这个新加坡 每天在走中间路线 对不对 像我一样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东南亚国家 力量又更小 华人比例又高 然后他们也更不能说话 他们所在的身份更尴尬 所以说现在的话 整个东北亚 东南亚包括中国的东南角 是一片乱七八糟 就没有人站起来 帮这个事情 去能够有一个好的力量 去执行这些事情 当然我这里总结一下 我是说什么问题 首先第一点 PART要有一个大国的责任 包括中国大陆的公民 也要有大国的心态 你想一下 连美国吸引那么多 黑人进去 是不是 你就不说以前了 就现在那墨西哥 每年都几十上百万的人 都从那过去了 那孩子 你想一下德国法国吸引了多少叙利亚的难民 对不对 中国又不是说 把黑人白人运进来 自己 这个搞点自己的华裔 这个还是中国血脉的 有何不可能 是不是 你想一下连亚大唐盛 是怎么样包容 兼收并蓄的 怎么还一年 中国14亿的人口 多养 就算养几十亿 几十万的 这个肺的华裔 也可以 是吧 也养了下去 在世界上也好跟别人交代 也好跟香港台湾 跟东北亚 跟东南亚交代 是不是 也好跟自己祖先交代 我怎么就搞成这个样子 几十万 而且别人也不是白吃白喝 平均的受教育程度 跟财务水平 不会比中国大陆差 所以我觉得政府 民众都需要调整 包括海外的华裔也是 你别天天冲着那些 郭文贵 那些几派的那种 你越反对 你实际上越在帮中国 越在帮 特别是 你讨厌的那个共产党 你帮他大忙了 各位 你帮他扩张 突然间扩张了影响力 对吧 你在爆心救火 你拿那个柴火去 往火堆里面 想把火苗压下去 这怎么可能呢 你不是在 在助纣为虐吗 这个词不对啊 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几方面的调整 最后一个大建议是 大家百分之百的 看汉语朋友 一定要第二代第三代 华语一定要学 就像过去几十年 大家冲着要去欧美学英语一样 一定要有这种经历 拿出这种精神来 教育后代 学习汉语 特别是汉语 这背后的一整套这个哲学逻辑 那是跟西方不一样的 政治问题可以 不需要每天都去进行 你一天三百六十五天 能不能放下五天来 大家团结一下 关键时候把这个问题给挨下去 好 那我这个片段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